你們下來 季寶欣 你要帶我們去哪裡 好 我要帶你們去的就是 我覺得每個人一生中 至少要去一次 去冰島 因為它就是 真的是一個很夢幻的地方 我其實在今年的1月 就已經訂好機票了 今年的1月 1月喔 那時候都 完全還沒解封 我們就直接先訂 因為我們那時候 不管怎樣就要封 我們就在預測說 感覺到時候8月 因為我是8月的時候去的 我們就在預測說 8月應該就會解封 然後那時候 年初訂的機票超級便宜 我那時候經濟倉才2萬 2萬5左右 超便宜 真的是超便宜的 然後我是8月的時候去 我們去大概兩個禮拜 對 所以現在就是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一定要去的冰島行程 厲害 厲害 就是世界盡頭 魔幻冰島自駕遊 自駕遊 我們去大概兩個禮拜 然後我們是12個人 所以我們是自己 就是4個人一台車 然後可以還冰島這樣 我們都每天是自己開車 那一個人要準備多少錢 冰島我這樣一個人算下來 所有的行程加住宿 還有油錢那些大概要30萬 就是所有的 然後因為那邊物價其實蠻高的 對 好可以先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最喜歡的這個行程 就是我們第一天呢就 因為其實冰島有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叫做藍湖 就是Blue Lagoon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藍色的溫泉 然後很多人都會去那邊 但是因為它那邊就是有點太著名了 就變得很多 它變成一個很厲害的觀光景點 所以變成那邊會人寄人 所以其實我去了這個天空之湖 它是2021年才新開發的 就也是 它是一個很天然的溫泉 一走進去就是它旁邊 都會有這些岩石 然後很像是在 峽谷中泡溫泉的感覺 而且它那個溫泉是天然的 所以它的溫度也是非常的舒服 就是你完全不會覺得太冷或是太燙 然後它很特別的是它裡面還有一個 壩檯 好棒喔 這個好棒喔 對 直接點耶 這是壩檯 然後外面就是 整個就是泡溫泉的地方 就是泡在那邊 然後可以直接點 你可以跟它兌換飲料 香檳還有啤酒 非常享受 然後它裡面除了有溫泉以外 它還有很大的這個 有點像桑拿式 就是你泡一泡之後 你可以走進去烤箱 然後它外面還有可以讓你 走進去烤箱的地方 對 好棒喔 所以這個其實是比較新的 因為它2021年才開 溫泉幾度嗎 它沒有 我記得它有寫 它那時候好像有40度的 然後可能到另外一區會 溫度稍微比較低 因為它其實是滿廣的一片 對 所以每一區的那個 溫泉的溫度是不太一樣的 下一個是冒險之旅 因為其實我覺得去冰島就是 要享受它的大自然景觀 然後我們就也有去爬這個火山 地心探險 這火山我真的覺得 超級累 就是 它真的有些爬 對啊 真的很恐怖 因為我真的沒想過 我會突破火山 然後我們是爬上去 加爬下來 要走5個半小時 哦 那它是5個半小時 所以要走到哪裡啊 你看起來 它就是走到一個 你就會覺得好像沒鏡頭 然後 我跟你講走5個半小時 真的不會累 是背那些東西 而且很冷 很冷 那時候我們去8月中的時候 到冰島的前陣子 剛好是火山爆發 哦 那時候有一堆人 都想要去冰島觀光 這個行程好像是飯店送我們的 是送我們說可以去看這個火山 所以我們一開始還有上網爬文說 哇 那個火山很壯觀 然後很漂亮 就是可以看那個岩漿 什麼 就其實它是可以去參觀的 那我們就很期待 結果我們到了這個地方之後就 覺得天啊 這怎麼那麼荒涼的感覺 就是都看不到鏡頭 然後要一直走路 走走走走很遠 5個小時 5個半 5個小時都長這樣 都是這種 幾乎 它一開始 它前半段是這樣 就是它有平路 然後變成上坡 然後上坡完之後再下坡 就是都沒有鏡頭 然後再來就是會到這個 也一顆樹都沒有 沒有樹 火山好像都講了 對 火山就這樣 它沒有幾乎車可以帶你進去 它全部都是岩石路 然後到這邊 它這邊有一大塊就是 全部都地上很多碎石 然後大概要走40分鐘 這個路段 我覺得它的背影看起來好絕望 對啊 它真的很絕望 很淒涼 因為這邊這個路很難走 你知道地上都很小 因為這時候很不好走 會很容易拐落腳 然後縫很大 整個快把我吹走了 因為那個風真的很大 走了很久之後 終於到我們的目的地 就是這個 這就是鏡頭火山 這樣子而已 這是火箱口嗎 這就是火山 A跟C 第三跟第三張都很差別 我看出來那是一個火山口 它在冒煙 這其實是我放大鏡頭拍到 因為我們沒辦法真的很靠近 當然 對 所以我們就看到 很一點點的那種小岩漿 這樣子 然後我們一到了之後就想說 這是我們 來死個蛋吧 我想說這是想像中的火山吧 怎麼好像不太一樣 你看我就還有跟它拍個照 重點是還要再走回來 對 還要再走回去 超級累 然後我還穿成這樣 就包緊緊的 然後跟著火山一時一時合個照 就雖然它最後是這樣 可是回來之後我們都覺得 其實好好笑 就是為什麼會花那麼多時間 很難忘的回憶 那下次要去你還會去嗎 不會 我已經去過了 除非它有再爆發 我就可以再去 對 再來第二個景點 是這個冰原的摩托車 就是這個 好 有車了 有車了 這超好玩 這個其實就是 它就是我們是要 這你喔 對 就是我 好不像喔 因為就穿得很像那個太空人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我 好像一個小朋友 對 因為它包很緊 那個冰川其實滿冷的 那這些衣服都是當地 要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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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還要 那這個摩托車是要執照嗎 不要 每個人都可以騎 不會騎車的人也可以 也可以 因為它其實是四輪的 對 然後你可以單人也可以雙人 所以你是可以兩個人一台的 然後我們就跟著那個導遊 這樣騎一騎 然後它的沿路呢 其實是很像冰川 它不是一開始就是這種雪地 它是很像冰川 然後剩下 在冰上 對 它就是這樣子騎一騎 所以那個速度不會太快 然後你中間如果想要拍照什麼的 你還可以下去就是拍幾張照 然後我朋友還喝那個 冰川雪地的那個水 那個水其實是很乾淨 然後就是很清澈這樣子 對 然後你就騎到一個地方之後 那個導遊就會把你帶到這個 很寬廣的雪地 然後你就可以拍照 因為這邊比較安全 對 所以你就可以在那邊拍照 就是拍這種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還可以打雪照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行程也還滿推薦給大家 對 看到現在我就覺得 你是不是有一種感覺 覺得說我為什麼要戴這麼多漂亮的衣服 真的 都用不到 對 完全穿不到 我要跟你們說 其實去冰島 你只要戴發熱衣跟 發熱衣時間 發熱衣 軟軟包 手套 對 軟軟包 手套 還有毛帽 毛帽 以及你啊 你要泡 對 然後因為其實 我這邊還可以跟你們分享冰島的食物 難吃死了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我朋友他 因為他五年前去過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那邊的食物很難吃 他就一直叫我們要帶很多泡麵 然後我們就 好 我們就真的帶很多泡麵 結果去 這次去之後 發現他那邊的食物其實 很好吃耶 真的嗎 對 他變好吃了 就是連我朋友他們去過 他們就說 真的耶 這次吃怎麼都覺得很好吃 就是他連隨便一碗 就是羊肉湯都很好喝 就是羊肉湯 他羊燒味不會很重 然後我就到一個定點 你就冷壞了 沒有 真的很好吃 可是他那邊的物價真的很高 對 很貴 所以我點一碗羊肉湯 加一小塊麵包 就要800多台幣 什麼 超級貴 那吃不飽吧 吃不飽 所以其實我們其他 我們30萬的旅費大概有 大概有兩三 就大概有7萬塊 都是花在食物伙食上面 對 都是花在伙食 而且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是自家 所以我們其實是每天都換飯店 對 所以你不一定到那個飯店 就會有東西吃 你可能都要自己自理 或是找餐廳 然後因為冰島其實說真的 你除了這種風景 就是可以體驗以外 就也滿無聊的 你只能一直找咖啡廳吃東西 還有人要去嗎 其實滿好玩的啦 不一樣的體驗 就不一樣 因為我以前 我在兩年前出國 我都是去購物什麼的 就是去比較都市的地方 比較沒有這樣的歷史 那妳這次有長大了 很好 有 我真的覺得超放鬆 而且我完全沒有想要 一直狂拍照 因為以前就是想要 一直拍網美照 那這次因為已經 兩年沒有出國了 然後你就會想說 要好好的享受 當地的一些風景 妳有去看極光嗎 刷極光我們也沒看過 好衰喔 真不要 冰島不是就說要看極光 因為那邊的極光 什麼都沒有 是不是月份 還是月份 上天有嗎 因為我們就是夏天去 然後夏天它 它白天的時間太長了 所以 就我們機率比較低 機率很低 現在去就看得到 現在去絕對看得到 因為我們是8月 快接近底的時候回來 然後一回的時候 因為我就一直有在 追蹤那個冰島的一些照片 跟行程 然後就看到網路上有人說 9月冰島極光大爆發 就是我們已經回來了 然後它那邊的極光 才整個爆發 對 所以其實我們去的時候 是有看到很微弱一點點 你確定是極光 真的 不是漁鏢 不是 而且我還沒看到 是我朋友看到 因為我睡死了 然後我朋友他們就是有出去外面 有拍照給我們看 就是真的是有一點點 微微一點 還是它是劈上去的 沒有 真的 因為你要看 但是天的那個雲層覆蓋度 跟它的KP 要夠亮你才看到 那我們要注意什麼 去冰島的話 只要有施打過疫苗 就不用再需要接受檢驗跟健康 對 完全不要 而且它不會強制你戴口罩 那邊根本都沒有人在戴口罩 一劑就可以了 它沒有特別寫幾劑了 沒有特別 大家可以去 好